卧槽 GG要取代EZ 这个消息我是从很多兄弟们的私信处得知的 插下源头啊 也是来自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媒体 还是在去年8月 对于这种消息呢 你可以一天编一个中了风神 错了也没有人记得 所以这种新闻歌以前 我肯定会大骂扯几八蛋 毕竟电视剧和电影量级不同 就算爱斯拉米的风评再不好 GG要越级还是差了不少的 而且电视剧拍了这么多记忆 GG要真的跑到电影来 那会有多混乱 DC的门槛已经很高了 就不要再添乱了 但是吧 搁现在的好莱坞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以前的实力盘演员为了不卡死 在超音见好就收 现在都真的去演 而且超音现在玩的就是多元宇宙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咱们就看着吧 再看一看闪电侠的电影 这玩意儿的注定是一个 即将改变DC宇宙的电影 而我对该IP怀出来的心情 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这个号 一开始的内容就是做闪电侠 15年因美剧入坑 胡了不少漫画 买了很多周边 还参与过幻化组 那之后更是做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内容 但是被后来的美剧质量劝退 以及原本计划 18年上映的电影 各种歌更是劝退 戏里戏外的纠纷 我在其他视频已经讲了很多了 反正就是挺累的 总的来说 闪电侠电影是一个充满外力的电影 能成功的几率其实并不大 我不是唱衰 咱今天就是闹这个的 电影预告上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有视频平台我都看了一圈 都是不错 很满意 老实说这个预告确实料很足 剪辑很带感 可圈可点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吧 首先预告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闪电侠穿的新制服 标类登场 毫无疑问 本次剧情将直接参考闪点 闪点这个故事 很多粉丝肯定比我还熟了 简单说就是闪电侠为了救母 穿越回去 操出了一条新的时间线 在这条时间线里面 小巷子里死的是布鲁斯 维言他老豆托马斯 成了打手枪的蝙蝠侠 母亲马莎成了小丑 超人没有一个阳光的童年 取而代之 是在政府的囚禁下狗活的戏狗 而最大的不同 还得是亚特兰蒂斯 和天堂岛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海王他老婆 妹拉被戴安娜砍了头 甚至还有残杀小孩的片段 总之闪点的故事 主打一个反转 非常带感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闪电侠电影只能走一个 低配版的低配版的闪电 首先没有逆闪电 从物料和玩具情报 你能够看得出反派是一个 焦炭闪电侠 就是这个 大概率只是为了最后能有个东西打 逆闪电是闪电侠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派 地位类似于蝙蝠侠的小丑 我以前做过非常非常多的视频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另外看过剧版闪电侠的 也都知道 好了多少记了都 其次原本的校将托马斯老爷 和Maggie马莎小丑 就不要想了 亨利满超人 肯定也别指望了 从来说就是一切与正义联盟有关的 几乎都删除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个人一开始 看完预告 没有那么兴奋的原因 另外本预告的第一个亮点是 本编 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和大家讲一下 闪电侠电影的官方前导漫画了 内容是我作为一个DC粉 幻想过无数次的 可惜他没有办法搬上荧幕了 在打退荒原狼之后 闪电侠一直在尝试 用自己的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 但他只会快速移动 并不精通打架 所以在一队又在做钢梁的反派时 就出手无策了 于是他找到了蝙蝠侠请教 对 就是大本的蝙蝠侠 在本编的指点下 巴黎开发了第一个技能因素权 不过 风险大可能会伤到别人 本编让他多加练习 他不听 结果还是吃鳖了 最后本编来支援 给了他一套新的可压缩制服 没错 就是电影的那一套 这才帮助巴黎真正的发挥能力 打败反派 在后续的漫画中 巴黎又开发了其他的技能 穿透和残影 不过一开始都是控制不好的 好在他单位在监狱的父亲 给了他正确的鼓舞和影响 巴黎才慢慢学会 控制这些技能 说真的 看到还是漫画顿博士的亨利 我其实挺感动的 另外漫画的这一幕 振动技能和电影里 艾伦父子的手贴手桥段搭配 真的很绝 总之前的漫画 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电影里面 漫画顿博士演员是没了 本编的戏份肯定也不会多 因为取得他们的是 基编 从预告 我们能够判断出基编 装了这部电影里面 编附下绝大部分的B 比如他的登场 BQN放出女超 或者是这一幕 以及后来的这一幕 照片就是维恩一家 是的维恩夫妇 又他妈死了一次 打开这道暗门 肯定就是蝙蝠洞的入口了 蝙蝠车 蝙蝠战机 蝙蝠制服 而这些制服里面 但凡有一个能扭头的 就算我输 其实基编这个角色 真的很鸡肋 让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大放异彩 玩一波怀旧 我没有问题 只是大家不要忘了 他已经72高龄了 72啊 我的天 难怪光是预告 就一堆一眼假的特效 而这也引出了一个 我非常担忧的问题 即从《复读者联盟》开始 后续的超音电影 不分漫威DC 都喜欢走二线开外的角色 组团打怪的路线 比如银河户卫队 刺他小队 猛人小队 杀赞 黑亚当 和兵死者 永恒族等等 这的确是引入 边缘角色的好办法 但把原本毫无情感连接 压根或不认识的角色 凑到一个电影里面 大概率都是会失败的 因为这很考验编剧 如果像互联音量 一开始有铺垫 还好说 但你拍闪点 却没有大家已经熟悉的 《正义联盟》 取而代之的是 三个闪电侠 两个蝙蝠侠 吕超人 佐德 时间穿越 闪电侠起源 DC重启 这些原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但又是重量级的内容 一股脑塞进来 我真的怕他撑死 哪有人拍刘备的故事 上来就拍三音战吕布的呢 关键是你还把铝布给删了 然后是闪电侠战衣的设计 漫画里面好像还没什么 但是在预告里面看 绝对是最雷人的 一年多情的片段 我就觉得这个战衣是真的恶心 那会还有朋友认为 啊是特效没有堆好 那行吧 再看看吧 现在正式预告出来了 还是这个屌样 我本人学服装的 电影福导画一头屎 期待值直接互分 原来设计虽然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但至少考虑了米勒身材的缺点 在肩膀处作的分割 虽然他不至于那么方脸 肩窄结合铁丝和碎甲的设计 也算是有水平了 而末日伞计侠的不对称设计 更是完美修饰了米勒的肩膀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溜尖设计 服装设计师脑子肯定他妈有屎 而且是很大一抛屎 这个头盔之大 我就不想吐槽了 质感和服装完全的分离 就好像这颗大头是披上去的 还有末端的布偶设计 最后这个背影 还以为喜欢昭和奥特曼的屁股 我的天哪 这个审美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两个巴里艾伦的相遇 从戒指能够看出 蓝衣服是主世界 黄衣服是义世界 衣服的颜色的冷暖对比 也被用在了预告片中 比如祥和的黄色调 以及危机的冷色调 这一幕有点类似 主世界里面用自己身体 作为一个转换插头 让义世界的巴里艾伦获得能力 详细的剧情我们后面会说 差点忘了提大本 作为布鲁斯维恩登场的时候 明显销售了很多 不知道这个星星中 与女友一周至少 同房四次的婚后信条款 是否有关 预告片中 我们还能看到几个大本 作为蝙蝠侠登场的英姿 摩托车和飞艇是挺帅的 不过这个奶罩制服 一言难尽啊 这些是佐德 没错 13年我们打佐德 23年我们还在打佐德 他的登场代表 闪一侠电影的野心 也是从MOS开始 一刀砍了所有后续 百分之百去渣化 去DCEU 然后引入滚岛的DCEU 按照滚岛的规划 第一部超人遗产的电影 在2025年上 这还是在不考虑 延期的情况下 要知道 圆满人马回归的 新编户侠续集 也是在2025年 所以超人遗产 是否能够准时上映 还在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一万步来说 它真的能够在2025年上映 结合最近这十多年的 超音题材 过分的饱和 肯老不创新 同质化严重的大环境下 其实大家都已经 非常非常的疲劳了 如果2025年超人重启 那新阵营联盟 至少得2035年 那时的我 或者视频前的你 还是不是超音粉 就不知道了 车远了 说回预告 会不会这张机面 装逼的场景 应该和这里 闪电侠所在的场景 是同一处 看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 大概率就是 营救女超人的地方了 两个闪电侠 角对角的这一幕 应该是本预告 最帅的一幕了 左边明显是 一世界八里二 根据蝙蝠装甲 改的闪电侠战衣 看起来相当简陋 而右边呢 就是我们主世界 光这个鞋子的设计 其实还行 这里的坍塌 和后面的这一幕 应该是 佐德世界隐形 造成的波及 如果电影 能够在这里 重现一下 03年的那本漫画 也就是营救女超人 在0.00001微秒内 把整个世界的人 瞬间移出 荷抱的画面 那绝对疯神 这一段女超人的登场 应该是 本预告最燃的部分 可惜的是 CGI做的事 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差得我到处拉屎 希望正片 能够修改一下 最后我斗胆 开一个脑洞 猜测一下 闪一侠电影的大致剧情 电影一开始 估计和闪点一样 在一起 不是很大的事件中展开 本编大概率 和闪一侠一起处理事件 平静后 切入巴里艾伦 一直以来的问题 那就是 母亲死亡 父亲含冤入狱 估计一直也没有什么进展 巴里实在是绷不住了 想穿越 然后大本警告巴里 这很危险 我其实很担心 这是他仅有为数不多的台词 不过巴里执意要穿 在神速力里面 他会看到多重宇宙的景象 包括 李福超 CW绿剑侠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最终 他穿越到了过去 并遇到了还没有获得能力的 另外一个自己 结合预告片和物料 主巴里到一世界后 并没有像闪点那样失去能力 而是开始 在尽量不干预时间线的前提下 教过去的巴里艾伦 学习能力 去避免母亲被杀 当然 前提是 他得先获得能力 我们在预告片里面 至少看到了 有三次获得能力的画面 一次是 串电 一次是蝙蝠镖 一次是女超人公主抱 我死来想去 总不能为了一个人 获得能力折腾三次吧 不大合理 所以我猜测 主巴里在帮助 过去巴里获得能力的时候 自己却丢了能力 还有一个是 根据闪电的颜色 我们在预告片里面 依然能够看到 主闪电 还是有蓝色闪电的时候 所以我猜测 一开始还是蓝色的 但是在精力 失去能力和取回之后 才变成了黄色 接下来是找回 主巴里的能力了 不然回不去啊 怎么找 基边 还是一个隐退的基边 根据闪电 基边一开始 肯定是不想干涉的 为什么被说服 我猜测是主巴里 通过和基边一样 失去父母 这一点达成共情 才成功说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新的危机 到来佐德入侵 她的任务是带走超人 基边知道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被关在 实验室的克星人 所以便开飞机 带两个巴里 闯入并放出那个克星人 也就是预告了 这一段实验室打架 解救称后 他们开始自我介绍 女超人会在这里解释 超人去哪里的 我猜测就是死在半路了 虽然我很排斥 这种侮辱角色的行为 不过 算了 有得说吧 最后女超人也换上 在世界市找到了制服 拥抱阳光 然后众人一起去打 佐德拯救世界 不过在那之前 也不要忘了 先帮巴里恢复能力 即便还原了 闪电侠获得能力的环境 帮他引雷遭雷劈 但结果第一次 还是和闪点一样失败了 巴里性命垂危 这时女超人 为报救命之恩 抱着主巴里飞上天空 直接丢向闪电 成功了 而机扁也把制服 丢给了过去的巴里 让他屠成闪电侠战衣 而主巴里也再次 打开戒指 穿上制服 一众人出击打怪 接着先是佐德 开世界影情日地球 然后巴里爱人 拯救大都会的市民 最后两个闪电侠 搅对搅装逼 女超人雷射眼 痛扁佐德大军 YYDS 我猜测机编会被打死 一是他实在是老掉牙了 打不动了 二是每个电影 都需要一个催泪的战斗结束 但别忘了电影的核心是旧母 这里我再开一个脑洞 穿越时间修改过去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类似崇山的结局 巴里穿越时间 势必会造成某种危机 可以是那个黑闪电影 也可以是更大的宇宙灾难 而平定的办法 只能让他母亲回归死亡 这个大概率是电影的结局 而最后的最后 逐宇宙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都不猜了 没有意义 因为后面的都是滚岛的BCU 好了 以上脑洞 帮大家看一个乐就可以了 如果到时候错了 欢迎大家回来打我的脸 那么我是BA 我们下个影片见